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愛喝咖啡 這次我要來介紹的是 《異界之藥》這款手機遊戲 這款遊戲也是打怪練等來提高自己的戰力 遊戲玩法也是自動打怪 自動勾任務 自動掛機遊玩 唯一跟其他款遊戲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可以自己切換畫面視角 看是要2.5D還是3D畫面 遊戲中有三種職業可以玩 但遊玩過程都是差不多的 第一種 魔劍士 酸彈角 攻擊力偏低 第二種 龍騎士 能力全平衡的角色 第三種 重砲手 爆發攻擊輸出角色 最後說說技能部分 這三隻職業的技能根本就是差不多好不好 遊戲畫面偏向於日式風格 遊戲中打怪機制也是不需要任何技巧 遊戲背景簡單來說就是主角當冒險者 加入反抗軍幫忙打惡魔靈江上的故事 玩著玩著 怎麼感覺跟我上一款遊玩的混沌起源一模一樣 你知道玩這款遊戲該怎麼做嗎 來 跟著我一起做 跳遊戲 桌面 解除安裝 OK 最後說說我玩技幾款手機遊戲的感想 完全沒有遊玩過程 到底是我在玩遊戲 還是遊戲在玩我 一堆帥氣的職業技能 放眼望去都是美景的地圖 甚至看起來很帥的敵人 打Boss或怪物的時候 敵人直接待在那裡給玩家瘋狂的虐待 遊戲過程三不五時就跳出出自畫面 就算不花錢 遊戲過於簡單的機制 讓你感覺根本沒挑戰性 唉 我只能說 手機遊戲不要讓人只看表面的很帥 遊戲有點內容行不行 冒險者 快行動吧 絕不能讓無敵深淵得逞 拿到武器 冒險就不用怕了 立刻開始你的冒險之旅吧 怪物肆虐 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響 身為抵抗軍 就應該和我一樣 隨時保持警惕 下來 先鞋子 怎麼這樣 在路上 這裡水流湍急 還是讓開田再泥沉吧 那我可以沾了 怪物肆虐 四处破坏村落 请帮帮我们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哎哟喂呀 我的腰啊 你没听过黑珍珠号 自然不认识霍克船上 得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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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還來和我一起阻止這個惡魔 小鬼 今天過得怎麼樣 有沒有傷心的事讓大叔我開心一下 這通訊器又快了 黑暗 正在大陸上四處蔓延 黑暗 別動多熄魔了 動作快點 開車 誰在說我的閃亮鐵座是破銅爛鐵 我就打烂他的腦袋 坐骑同行 日行千里 打怪升级 成为第一 没事 就算天空破了个大洞 我也给你缝起来 又有恋物找上门了 是 不是 是 我 是 好 坐骑功能开启了 解锁升级开启更多霸气坐骑 冒险者要走了 再多陪我玩一会儿 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